未安妇大家都不陌生 在之前的世界大战当中 不少国家都有被逼着当未安妇的无辜女子 众多关于未安妇的电影 如地狱究竟有几层 二十二 鬼乡等等 就生动形象地讲述了未安妇们 所遭受的灭绝人性的对待 日军侵华之时 我国许多妇女就没能逃过魔爪 战争结束之后 不少妇女选择了自杀 而有的则顽强地活了下来 因为有一天能够指控日军罪行 让日军向中国道歉 侯冬娥就是在日军暴行中的受害者 她本来已经嫁人了 有儿有女生活美满 但是过人的姿色为她带来了灾难 日军占领山西之后 汉奸向日军说了侯冬娥十分貌美 于是侯冬娥就被日军抓进了未安所里 仅仅二十岁的侯冬娥就这样被鬼子一轮一轮糟蹋 有时人数甚至达到了五十人之多 直到侯冬娥的身体垮掉之后 鬼子才将她扔回家 这时候的侯冬娥已经无法动弹了 家中早已无人 女儿因饥饿而死 仅有个懵懂的儿子与她相依为命 在侯冬娥身体状况好一点的时候 噩梦又一次降临 在汉奸的告密之下 她又落入了鬼子手中 将地狱再走了一遍 身败名列的侯冬娥没有选择自杀 而是三副日本 要求日本向自己的罪行道歉 她后来在采访中才说到 不自杀是为了保全全村人的姓名 现在老人已经逝去 可到死都没有得到日本的一句道歉 不自杀